中文字幕提供 是DDR的处理器 13寸的UX533没有显卡 使用的是内显晶片 14寸的UX433搭载MX150 15寸的UX533更是搭载了GTX1050 NextQ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搭载GTX1050 NextQ的UX533 我在一些购物网站看到他们有标错UX533的规格 特别是在USB的部分有错误 实际上在UX533左侧可以看到有生热孔 USB3.1 Gen1 Type-A 耳机麦克风接口 右侧有专用的充电孔 HDMI USB3.1 Gen2 Type-A USB3.1 Gen2 Type-C SD卡读卡槽 我觉得这个SD卡槽真的很不错 对于有在拍照的人来说会很方便 UX533的Type-C除了支援USB3.1 Gen2的规格 也支援DisplayPort的输出 不过也要注意 UX533的Type-C并不支援 Thunderbolt 3 所以无法外接显卡或更高速的储存装置 此外也不支援充电功能 只能透过专用的充电器来充电 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Tech-C的583 Superfast是一款外接固态硬碟 吵的是 它跟UX533一样 都是搭载M.2 PCIe Gen3x2的SSD 回归正题 当时提到583 Superfast 同时附了Type-C与Type-A的连接线 非常方便消费者使用 UX533也是 其搭载Type-C与Type-A的连接附 让大多数使用者可以更安稳地度过这个转换期 在轻薄与连接的方便性上 UX533做了很好的平衡 这次整个系列总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就是现在手上的皇家蓝 看起来是深蓝色 金属上盖在比较斜的角度看起来是黑色 整体还有玫瑰金点缀商标 剑帽装饰条 另一个颜色是冰柱银 一样也有玫瑰金色的装饰条 UX533以及同系列其他尺寸 都是使用Intel 15W的处理器 总共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 高阶款搭载四核心八直行序的i7-8565U 入门款则是i5-8265U 同样是四核心八直行序 考量i7版价格比i5版高了8000元左右 额外多的就是记忆体从8G变成16G 如果是一般只用打点游戏 我觉得买i5-8GB的版本就很够用了 这次UX533采用的虽然是Intel的低电压处理器 但是Intel第八代处理器效能真的提升很多 因此整体效能相当不错 在Cinebench R15可以达到773分的高分 相较于Cinebench R15上的参考 同款处理器是577分 直接多了30%左右的效能 而且多跑几次也没有因为温度升高而降低效能 可见其在散热与供电都做得非常到位 让处理器的效能可以好好发挥 这个系列从13寸的UX333到15寸的UX533 都是使用FHD 1920x1080规格的荧幕 这次拿到的是UX533 精确来说荧幕尺寸是15.6英寸 实际换算像素密度只有141ppi 不过由于UX533采用的是雾面荧幕 加上荧幕比较大 所以使用时会自然离荧幕远一点 因此觉得这个解析度 数据上虽然我不是非常满意 但是使用上我是可以接受的 这次主打的Nano Edge 就是说笔电的四边框都做到非常薄 华硕的文宣写 侧边框只有3mm 附注有进一步提到 所述侧边框宽度 系指非荧幕显示区域 与机壳内侧边缘之间的距离 若包含机壳宽度 则侧边框宽度为4.3mm 而我实际测量边框是4.25mm 但是边框到显示区域仍有一些距离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跟原厂标示的差不多 真的非常非常薄 要打开UX533的底盖 要先卸下10颗螺丝 侧边有一些卡榫 竹一撬开就可以拿起底盖 打开底盖后可以看到两个大大的风扇 一左一右 两个散热风扇同时负责CPU与GPU的散热 一个将热气由后方排出 那个则会由我们使用时的左手边排出 而记忆体是不可更换也不可增加的 直接焊死在主机板 使用的是SK海力士的颗粒 总共8GB M.2 PCIe SSD是WDPCSN520 这是一条没有低润的SSD 容量是512GB 与华硕2011年热销的15寸笔电A53SD相比 UX533的尺寸真的非常小 此外与A4纸张相比 长度也是长一些 宽度也是多一点点 UX533的重量是1562.4公克 与官网标示的1.59公斤 重量是差不多的 在这样的重量和尺寸下 能够得到如此强劲的CPU效能 和GTX1050 Max-Q的加持 价格大约在4万5万左右 如果是工作需要较大效能的使用者 虽然乍看之下是低电压处理器 但其效能完全不输前几代一般电压的处理器 而且可能还更省电了 UX533的轻薄辨析 也能够满足大多数的使用情境 是中等价位相当不错的性能机